如果未来有可能分手的话 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死亡 你这样怎么这么急 我这个问题有早看着的时候 我就早就想好了 死亡有点太大了 因为我现在在我看来 就是没有什么能让我离开他的理由 然后他能离开我的理由 我也想象不到 我应该也是 没有任何的客观的理由 没有想不出来 疾病只有疾病 疾病也不会可能就死亡了 对 太多了 肌肉体方面的问题也会分手 家庭上到父母的问题 父母的问题可能也会分手 他的这些问题 在我们身上不是不会发生 但在我的概念里面 即使发生了 也不会导致我们两个的分手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分与不分 是建立在就是有没有爱的这些 但是有可能这些东西会影响到爱 那这个就是问题所在了 我现在觉得就是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会影响我 对 就是你认为 财产就是财产 但是我们之间不是 我们之间 我认为啊 可能没有你们那么多的信任 你对我的信任呢 我现在挺欣赏你的 那如果要是我因为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 你知道吗 在你犯病之前 可能我还会有一点点担心 但是在你犯病之后 我完全好信任你 你是爱上我的病了吗 不是的 你是爱上我的病吗 我感觉你死在他手里了 那 volumes 因为没有人 就是我 fridge